今天中午来到了一家上海人 都熟悉的平价餐厅吃饭 这家餐厅是日本连锁的意大利西餐厅 在上海的门店很多 主营这西餐也是经济实惠 好吧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烤糖拼盘上来了 吃 你吃 你先吃 点的第二个就玉米沙拉 尝尝味道的 这也是烤出来的吧 嗯 嗯 我觉得它这边大部分都是半成品 叫微波炉啊或者烤箱弄了就行了 好了我的主持来了 我点了一份麻辣意面 给大家看一看 有点微微辣 但我每次的三人家都点这个味道觉得还不错 你这是什么 可以跟黑胡椒一面 味道如何 还不错 看你吃的咕噜咕噜的 嗯 我来拌一拌 吃了吃了 开始 吃饭咩 有点花椒的味道 有点辣椒的味道 其实在乳便里面 它不应该和麻辣结合的 可能是 中国特色拉绵的 你在吃 它也有 是我们这点 嗯 烤箱还不错 我尝试味太重了 我更喜欢吃烟熏味的 像上海开这些萨戒餐厅 我也吃过 基本上味道差不多 没什么大的区别 因为它们都是半熟 但我觉得它们家价比确实可以 适合 学生党 适合像我们这样的学生党 对吧 钱没多少 又想吃点 高档的西餐 烤得好嫩啊 我们俩点的这么满满一锅 又有主食 又有配菜 又有这个 烤肠和这一口 一共花费是七十三块钱 我吃完了 你把花费吃完 你吃的好干净哦 你吃也很干净啊 七十三元 那点了这么多 才七十三块 是不是很合算啊 后来今天视频就拍到这里喽 欢迎大家关注点赞 拜拜